哈喽老铁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西游记的趣闻 有多少人知道唐僧取经五人组里面 走到最后的真正求取真经的有几个人 很多人都很奇怪 说大家不是最后都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取得了真经吗 其实您知道的真的是不多 在五人当中啊 真正取得真经的只有两人 其他三人都在取经的路上 已经被替身替换掉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 吴承恩呢 他在西游记的开篇就写道 欲知造化会员工 虚看西游是恶传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看懂这个人生的真谛呢 你就必须从这个西游记里面找 但是很可惜啊 看懂西游记的人太少了 很多人呢 都以为这个西游记呢 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 其实呢 西游记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黑暗故事 猪八戒啊他是太上老君的弟子 不仅呢是圣人的门徒 还是天庭掌管八十万水军的天蓬元帅 堪称啊顶级的高富帅啊 因为佛门东传一事呢 受到道门的指令啊 走这一招的西游 而下凡的理由呢 便是大家商量好的所谓的调戏的功女 这本来呢就是与玉帝啊达成的共识 但是呢因为选错了这个调戏的对象啊 选了这个玉帝重义的这个嫦娥仙子 而被这个玉帝记恨了 在他下凡的时候呢 就施法让这个天蓬元帅啊 投了猪胎啊 化作了丑陋无比的猪妖啊 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这个天蓬元帅 人为肥头大耳的野猪精 猪八戒啊又如何能够接受呢 所谓投胎失误啊 他心中呢又怎么会不清楚 又怎能不恨 再来说一下这个沙赫萨 他本来呢是天庭的天蓬元帅 是这个玉帝的侍卫啊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白龙马 白龙马他跟这个猪八戒和杀生比起来 他是这个取经五人组中呢 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也是最悲哀的一个 他呢本来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 因为啊在结婚的当日啊 发现了自己妻子啊出轨 大怒之下呢 他就打碎了玉帝送来的夜明珠 从而呢被送上了展龙台 后来呢被观音看重啊 侥幸就逃过一命 但是呢也因此啊 脱去了龙生 化作了白马 驮着唐僧啊一路西行 我们说这个龙啊 本身就是最高傲的这种神兽 更何况说啊 身为龙王三太子的这个小白龙 妻子他出轨了 却没有事 自己呢却显向还生 如今啊还要化作这个白马 驮着一个凡人啊 去西天取经 这简直啊就是把他的脸啊 龙族的这个脸啊 按在这个地上摩擦 他又如何能不恨 可惜的是啊 龙族呢 已不复当年啊 无论是天庭还是这个佛门啊 他都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被迫的接受 驮着这个唐僧啊一路西行 西游的最后啊 他们成功到达零三 也取经成功 白龙马呢 也在零三的化龙池啊 重新化为神龙 更被佛门分为啊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表面上看起来啊 是风光无限 功成名就 但实际上呢 八部天龙乃佛门的护法 凡八部所属者啊 皆为佛门安全为重 他早已没有了自我的思想 作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白龙马呢 多半呢 在化龙池之中啊 便已经被度化了 从而呢 失去了自我的思想 化为了这个傀儡啊 于是呢 也差不了多少 当然了 在这场西行之中啊 真正死去的 不只是这个小白龙 连孙悟空与唐僧啊 也早已死去 作为天生的神兽孙悟空啊 字号是齐天大圣 那可是啊 敢大闹天空啊 能说出 玉帝轮流坐啊 明年到我家的盖世巨妖 他的骄傲 又岂是五指三下 五百年可以磨灭的 所以呢 佛门呢 给他戴上了这个紧箍咒 企图呢 以此来控制他 但是佛门呢 还是小看了他 小瞧了他的这个傲骨啊 于是呢 才有了这个 真假美猴王一节 这一节之后呢 才有了后来对佛门 言听计从的这个孙行者 因为啊 真正的齐天大圣呢 早已在这一节中呢 已经死去了 活着的呢 不过是顶着他的名字的 这么一只六耳弥猴 再来说说唐僧 他大概是所有人中 唯一一个真正心甘情愿 去西天取经的人 他是真善良 为了众生 为了心中的大爱 甘愿放弃大唐的繁华 独自前往西天啊 求取真经 历经了千难万贤 度过九九八十一难 他以一界的凡胎啊 来到了他心中 最神圣的灵山脚下 可惜啊 等待他的呢 不是大慈大悲 普渡众生的佛 而是凌云渡下的万丈深渊 西游记中呢 就写得非常的清楚 过凌云渡时啊 唐僧上了无底船 河里呢 却留下了一句史诗 接引他的这个佛祖啊 解释啊 他原来呢 是繁体 不能够进灵山的 但我们不要忘了 猪八戒的身体呢 不仅是繁体 而且还是猪体 是他抢人家小猪的 可是啊 为何他的肉身呢 没有留在灵云肚里呢 事实上 河中死去的啊 确实是唐僧 那个心怀慈悲啊 历尽千难万贤 走到灵山的这个凡人唐僧 因为他是佛祖 坐下二弟子 金蚕子的转世啊 是属于灵山的金蚕子 所以呢 从一开始开始 消失的呢 就是唐僧的宿命 他只是金蚕子 为西天取经 而特意衍生出来的人 无论是多么的悲哀 这都是他的宿命 可能呢 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啊 过于黑暗 但其实如果你细细的揣摩啊 事实呢 确实如此 真正走到最后的 就是道门 安插在佛门里面的两个人 一个是猪八戒 一个就是沙和尚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 加订阅 谢谢 非常感谢